22号是端午4天连续假期首日台九县苏花改凌晨3点 便发生了塞车的情形 而且每个小时1000辆车流早已达到容量的上限 对此公路总局表示塞车情况至22号下午2点才缓解 也呼吁前往花冬的民众要避开尖峰的时间 以免造成交通拥塞 目前花莲地区定房率已达到8成 公路总局第四养护工程处表示 树化路郎预估22日南下的车流量达到18000辆 当日的首波车潮是凌晨3点起涌现 尖峰时段最高车流量达到1030辆 拥塞情形持续到22号的小凉点才能够舒缓 就是南下车道车流稍多 但是南北车流顺畅 新的分局呼吁民众 那因为连续假期 到达已经到达交通的巅峰了 那南下车道虽多 但是一般重要路段 比如说风景区的部分 那有摆设交通锥 一些警示告示的设施 那呼吁民众就是不要 违规回转或左转之类 那也不要有超速违规的行为 或酒驾行为 假期的后段24 25号 北返的车流量为主 预估24号 北上车流量为高峰 北上全日的交通量达到15100辆 车潮将从早上的10点起陆续涌现 车多拥塞的情况将持续到晚间的6点才能够舒缓 并且呼吁用路人能够避开尖峰时段 记得临结修灵枪采访报道